在Fanmont,我们有来自不同文化和民族背景的寄宿家庭 这些家庭包括有白人、亚洲人、拉丁美洲人和非洲人 在Fanmont寄宿家庭的停留期间,你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南郊州多元文化 寄宿家庭里可能会有宠物,如猫、狗等等 我特别喜欢我寄宿家庭里的狗Sasha 寄宿家庭的人数有别 大部分的家庭包括有父母亲和一个或者多个孩子 有的则是夫妻两人 寄宿家庭会尽力地给学生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对待寄宿家庭的双亲要像对待自己的双亲一样 寄宿家庭可能比自己的家小 或者是要和其他家人共用厕所 所以要保持清洁 寄宿家庭会尽力给学生提供一个美好的居住环境 大部分的学生会搭乘Fairmont的校车或者公交车来往学校 因为很多寄宿家长有工作或者是其他的因素 不能每天送你上学 但你的寄宿家庭一定会确认你平安到达车站 或者平安到家 开学前他们会先确认 你是否已习惯搭乘这里的轿车或者公交车 家乡的食物跟寄宿家庭的食物可能会很不同 尝试品味新的食物是很有趣的 我特别喜欢墨鸡哥鸡肉卷 也很喜欢跟寄宿家庭分享自己的家乡料理 很多寄宿家庭对于学习各国料理是很感兴趣的 请常常和寄宿家庭之前沟通 要和他们讨论自己的隐私习惯 以及如何分摊价式 有一点十分重要 如果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事 一定要跟他们提出来讨论 他们不会生气 而且会永远尊重你的意见 学校的寄宿家庭部门永远是为学生而开的 我们非常乐意回答任何问题和提供意见 你的安全是寄宿家庭的责任 请提前确认并商量你的计划 让他们安排行程 如有任何变动 必须提前告知寄宿家庭 你的寄宿家庭会永远支持你 它将会是你第二个家庭 音乐 Zither Harp Zither Harp